我先表明我一个女人的立场 我个人对于家庭暴力是零容忍 绝不允许 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的 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我举双手赞同 我是这么理解的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 必须想要离 只是想离得让她不那么痛苦一点 对 你觉得你在你的表述当中有矛盾吗 因为好亏好 日子还是那样过 所以这位女士你从一上场给我的感觉 你就是一个矛盾体 你是一个外表很冷静 很懦弱 很淡定的一个女子 但是其实你内心很火热 也很有涌动的一些情绪在里面 对 你和你丈夫完全是两类人 她是一个有什么样情绪都要表达出来的 可能还要更夸张的来表达 对 而你呢 你是可能很平静地表现出来 但是不代表这个情绪 没有 是压在心里 对 所以可能就像突然有一天事发东窗 你来跟你丈夫沟通的时候 她说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对 我都完全忘记了 对 她可能是一个发完火发完就完了 对 是的 可你不是 是 你是一个把所有都记在心里的 对 是 你们俩就是完全的 一个是火山 一个是冰山 可能沟通上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 对 但是这不是单方的责任 是 对 对